有鉴于现代人非常注重健康养生的观念 因此新北市议员黄玲玲就开始扫地来兴建 不过她是要怎么样克服困难 来让第一座的国民运动中心就此来诞生呢 以下的报道我们带你一起来了解 近几年来新北市国民运动中心 一间间陆续在新北市各区动工启用 而且运动中心启用之后使用率之高 在在显示确实有它存在的必要 而国民运动中心之所以紧密的规划设置 一切都是因为有着新北市第一座运动中心 新庄运动中心的成功案例 而崔森第一座运动中心成立正式黄玲玲玲议员 因为有人跟我讲说台北市啊 有八个运动中心 那时候我跟周西院县长要求的时候 有八个台北县都没有半个 那我说为什么不在台北县以来设立这运动中心 国民运动中心而且这国民运动中心可以带给地方运动的风气 而且可以享受真的 我觉得蛮棒的 所以竟然第一座就花了12亿 黄玲玲玲议员在县府时代就看到了新北市的运动需求 当时的县府教育局听取意见 成立体育处之后就开始着手推动新庄国民运动中心 历经两年多的施工终于在101年正式启用 新庄运动中心外观新颖充满设计感 是首座绿建筑运动中心 采用大片玻璃景观窗引进自然光 行走在绿屋顶建走步道充满绿意 还可以俯瞰新北市美景 因为我是觉得说都有水泥丛林 我是觉得不能这样子 那我说那绿地一大片的绿地都没有了 我们爱秀后运动团本来就应该绿化 绿地都没有怎么办 他们说那好 你如果要求绿地我就在楼顶上 那边就让它绿化步道 那让你看起来 不会说全部都水泥丛林 还有绿化步道的存在这样子 除了外观独特新颖 里头的运动设施丰富且多元 这一座地上地下各三层的休闲中心 包括标准游泳池 三温暖 雨球场 攀岩教室 健身房等多项空间 各项运动设施都深受民众喜爱 人人都喜爱运动 但也提供了很多的时间 时段性就是说优惠 长障弱势或是老人家 它有时段的优惠 那当然制造成立以后 每个乡镇市都有它的特色 来呈现就是说国民运动中心 新装运动中心启用后 就受到地方民众喜爱 经常是人潮满满 因此北县升格新北市之后 朱立伦接手市长 决定推广这个美好经验 要在板桥土城等地广设石鱼处运动中心 让新北市民有更好的运动空间 新装堪称是新北市的运动领头羊 以上新闻记者新装采访报导 您的表情是最大的运动空间 在马路上处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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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的